您好 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黄兴华 首先带您关注政治焦点 卸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到基隆发春联 拜庙的时候还跟赖清德的舅舅合体 率先打好招呼 而他也预计接下来春节会全台跑透透 也被视为是未来的总统大选铺路 卸任后恢复自由身 不用再当求鸟的柯文哲 跑来基隆发春联 或许是人生地不熟 柯文哲表情腼腆没讲太多话 不过有人就爱这样的柯氏魅力 看来现在得努力拼出跟选民的黏着度 柯文哲预计从1月17号开始到大年初五 除了走访北北基陶拜年 还有老家新竹 中部的台中彰化 最重要还要前往高雄 加强耕耘南部 摔掉曾经的4%印象 而这回来基隆 除了发春联 还有拜会新任市长谢国良 以及这一位 扶着的就是赖清德的舅舅 基隆庆安公主委童勇 打招呼坐到位 民众党不止柯主席很忙 新柯议员也没闲着 不过学姐这毛笔字 左右对照一下 是跟柯文哲学的吗 而且秦政的秦 还不小心露了一横 赶紧再补一笔 但还是被眼尖人发现了 有关措辞的部分 其实当天我已经写了第二张 做立即的更正 测译网军也不用急着言上 有措辞我绝对会发写三遍 新的一年民众党话题 指增不减 前桃源市长郑文灿 去年才接下足协理事长一职 没有想到才过两个月就请辞了 外界猜测 郑文灿可能要体入阁做准备 因为根据国民体育法规定 中央机关的政务人员或名代 不可以担任国际体育组织的会员 去年11月8号 郑文灿才从邱一仁手中 接下足协理事长一职 没想到才两个月就请辞 针对郑文灿的请辞 足协也在9号下午3点钟 召开临时礼监事会 外界猜测这请辞是否也在为入阁做准备 因为根据国民体育法规定 现任中央机关政务人员 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担任 据国际体育组织正式会员资格的 全国性体育团体的理事或监事 也就是说郑文灿要入阁就得请辞 不过郑文灿否认应入阁 只说因为阶段性任务结束 所以在去年底辞职 未来人是足球志工 只是发出声明 同时郑文灿的坐车也驶入足鞋 锁在大楼 刻意回避媒体 是怕被追问入阁吗 据悉郑文灿目前接任副阁魁几率大 因为苏贞昌本人留任意愿高 从通车典礼到接见外宾 公务行程 苏贞昌亲力亲为 但万一苏贵总辞 郑文灿拟直接变院长 这下林家龙是否不甘心 毕竟选后论功行赏郑文灿丢了桃园 逐室也掰 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的位置都乐观其成 但是最重要的内阁有任何的变动 还是要有所谓的检讨之后 再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变动 没在台并发生的或许也正默默压着发水 台北新闻 崔重情绪患柔台报到 台北新一会的议员王世坚 坦言新竹的球场事件 对民进党伤害很大 更直接开骂 林之间就是个草包 也把吴亦农的败选归咎于 歌魁苏贞昌 没有及时的下台负责 博恩的沿上节目内容超辛辣 导致部分支持者不满 王世坚本人说不会计较 但家人似乎难谅解 过去我有做过的错的事 我本来就应该要勇敢面对 我以为就像他跟蔡总统访谈的 但是很抱歉我忘了 我不是总统 我没有那种总统级的礼遇 另外节目上 和柯文哲世纪大和解 难道下了节目 不只握手言和 还要牵手前进吗 柯文哲要跟我正式联姻的话 那我这个死了算了 我宁死不屈 我就要跳海以死明治 玩笑话讲完 针对党内议题 王世坚超严肃 苏贞昌奈不下来 是这一次 吴怡隆败选 很大的一个伤害 真的为了民进党好 前天赶快下来 昨天吴怡隆当选 现在赶快下来 2024 我们民进党胜选的几率 非常的高 直接指责苏贞昌鼻子骂 他才是党内战犯 而另外一个人 不只是头号战犯 但还是个 草包指的是林世坚吗 他何指草包 对我就指他 他还敢在那边 说三道是什么 天呐 这已经明显违法 这已经 他是当事人讲这句话 那他就应该被检调调查 甚至这要收押了 世坚大炮瓶网自家阵地轰 党内要开闸声浪没断过 包含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但王世坚这么说 有格调的人 我才会评论 抱歉 这个我不评论 无战争 俄罗斯7号停火 36小时之后 恢复对乌克兰的轰炸 甚至号称 对内刺客的克拉莫托斯克的 报复攻击 有超过600名的乌军丧身 不过这张消息 还没有获得证实 甚至有路透社的记者 到现场也没发现 明显的伤亡 而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 继续对军民信心喊话 他说乌军 正在乌东地区 击退俄罗斯 炮弹一发 接着一发 俄军朝乌克兰 发射152毫米 风性子兵榴弹炮 普清的片面式停火 已经在8号结束 克里姆林宫说 接下来会继续打下去 一直到取得胜利 乌军则在推特上 痛批普清根本没有停火 并且以牙还牙 违禁俄军一击炮轰 乌克兰还出动 这种绰号风鸭子的战斗直升机 双方军队在路空两面猛力交战 乌克兰前线城镇 巴赫姆特则持续遭到轰炸 市区里的房屋满目疮痍 民众到处满满无奈 但访问到一半 远处又传来好几次的炮弹声 摄影师听到立刻拔腿逃难 人道组织也出面痛批 普清食言根本就没有停火 巴赫姆特连续好几个月战火激烈 主要由俄罗斯的瓦格纳佣兵团负责攻打 佣兵团创办人还出面放话 非拿下巴赫姆特不可 除了矿产丰富 这里也有地形优势 从一战以来 大批武器都除放在巴赫姆特 一旦被俄军夺下 实力将大大增加 虽然人在乌军掌控下 但的确现在战狂告急 泽伦斯基马上说 会尽快征兵到巴赫姆特 势言要保护每一位国民 但巴赫姆特的长辈们 还是得冒着生命危险 在炮弹雨林中 慢慢走到市中心 排队等着行动邮局 送来国家养老金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在8号午夜 以至少7枚火箭轰炸铁路大城 克拉玛托尔斯克 还夸口歼灭超过600名乌军 不过路透社来到俄罗斯口中的 大规模死伤现场 除了路面坑洞窗户震碎以外 声称被击中的大学宿舍根本没到 甚至连一滴血都没看到 克拉玛托尔斯克市长也说 这里根本没有人伤亡 不知道这600死的数字 到底从哪来 就算被炸 但乌克兰人依旧不放弃 一位年仅18岁的乌克兰士兵 靠着一只手就能开无人机 还会单手狙击 就连轻枪动作也难不倒他 他的励志故事也在网络上疯传 启发更多乌克兰人投入前线 保卫自己的国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宣称攻击乌东地区的大学宿舍 让临时进驻的600名乌军阵亡 不过这个消息到底是被夸大还是假消息 还是这是一种心理战的效果呢 越路透社的记者已经到现场发现 宿舍并没有直接被轰炸 或者是严重损坏 周边也没有尸体跟血迹 更没有迹象显示 曾经有士兵进驻在那儿 那么俄罗斯方面强调 他们还是会竭尽所能 达到战胜为止 赫枪实弹模拟密闭空间作战 俄军在白俄罗斯练兵画面 看起来专业俐落 但实际战场却是这样 士兵排排站对着镜头状告普清 这群人接受的训练 明明只有发射远程武器 指挥官却要求他们 拿步枪冲上最前线送死 白关第一批参战的俄罗斯囚犯 囚犯打仗合约齐满 不论行其剩几年 即刻恢复自由 而东正教耶旦节 俄乌趁这个机会交换囚犯 双方各释放50位士兵 乌克兰战俘在回家的巴士上 开心唱国歌 同样过东正耶旦节 普清独自一人 在莫斯科教堂里臭脸祈祷 他亲自下令停火36小时 俄军却甩也不甩 不论乌东前线不平静 连吉府夜弹祈祷到一半 空袭警报也大作 俄罗斯国防部亲口承认 还是有开炮 普清罕停火 终究只是放羊的孩子 而乌克兰从一开始 就拒绝普清停火协议 法国凯撒自走炮 入业了继续发射 美国M777榴弹炮 也一直是地面战力器 最新一波美国军援 除了包括长得像坦克的 布莱德雷战车 还有18座榴弹炮 以及海麻雀防空飞弹 乌军打算改装 山毛举系统 从地面发射海麻雀飞弹 美军基地也将拿来 当乌军训练场 急迫性可见一斑 新年一年 加速给武器 帮忙练兵 似乎能看出 西方已经有了觉悟 只有打败俄罗斯 战争才可能划下句点 第一天新闻 众号报导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再度重演 佩洛西来台时的实战化训练 而且在共军的 东部战区微博发文 这一次的军演 是为了反击外部势力 跟台独势力的勾连行径 但是我们回顾 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元旦谈话 才说两岸一加七 但像我们的军媒 纷纷威胁了台海的和平 杨典要彻底打破海峡中线 并且要威褶台独 文攻武嚇的实施 压迫台湾的战术 共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 1月8号深夜突然发文 表示将在台湾周边进行军演 声称是反击外部势力 与台独势力的勾连行径 隔天共机随即大规模侵扰 根据国防部1月9号监控动态 一共有57架四共机扰台 侵扰航线除了常见的西南空域 包含台湾海峡中段与北段 都有入侵 其中还包含三架BZK005长城无人机 最大续航时间40小时 可载重370公斤 具备查打一体能力 共机在新年一年显然已经加大扰台的力道 而且从国防部公布的监控报告 可以看出两大趋势 第一是侵扰范围的加大 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的西南空域 而是整条海峡中线都常态性的穿越 第二是采用机种的无人化 是在共军不少长航程的无人机 都已经开始投入扰台序列 受到侵扰的还不止台湾 就在2023年元旦 日本防卫省公布的监控动态 共军无针漆无人机就飞越宫古海峡 无人机的远海长航 将成为共军未来实战化演训常态 在每一年年初的时候 中共会公布它的年度训练大纲 那从去年8月军演之后 我们知道所谓的台海的新常态 所以它必须要比去年或往年 它的训练要更加的突出 那其实从这个 它的海空的演习就会看出来 它其实对台海的想定 未来的作战 它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解放军报》在元旦献词中写道 过去一年正折台独分裂行径 新的一年将全力向打仗聚焦 提升实战化军事训练 态度越趋强硬 但另一方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却又难得温情喊话 海峡两岸一家亲 忠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 携手并进 一方面采取怀柔攻势 另一面又提高军事恫吓 中共常见的两面手法 在2023恐怕会加剧上演 根据解放军自己的说法 他们会加大跨军种的 这种横向的联系 联合的作战 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 那也就是说 可能更接近台湾的临街区 习近平他在新年的讲话里面 看起来好像对台湾的态度和缓 但是他的军事演习跟训练 强度持续在加强 这是很典型的两手策略 所以我们不能只听他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然而两岸第一螺旋持续攀升 与中共始终没放弃的和平统一 似乎越来越远 再加上2024总统大选将界 太过剧烈的军事运动 恐怕只会激化台湾民众的反感 平等互惠的政治协商 终究是化解冲突的最佳办法 我认为对于台独的遏制是不会变的 包括对于外部势力介入 是不会变的 这一块在20大的谈话已经指出来 把这两个列为使用武力的红线 只是在政治上表态 愿意两岸进行协商的动作也会做 基本的这个态势来讲 这个军事的压力会大幅升高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 不管在海军空军的这个部署 中国大陆也在全面性的政治上 从新年开局两岸领导人的谈话看来 双方似乎都有意缓和冲突 但中共对台军事恫吓却似乎没有停手的迹象 TVBS新闻花正森顾上军台北报道 因应台湾有事 日本也积极在南西诸岛 规划增建130座的弹药库 我们该如何看待日本方面的动作呢 交给记者陈韵文 好确实来看到这是因为台湾有事 就日本有事吗 我们看到目前是因为中共在整个区域的 这个军事调性跟威胁之下 让日本政府也开始提早规划一些防范的措施 来看到这是根据的是日经亚洲所披露的 就是日本的防卫省计划在他们的南西诸岛 要增建130座的弹药库 以及同时要跟美军商业的事 让日本的自卫队可以共用驻治美军的基地 这是为什么让改变呢 第一就是因为其实日本的弹药库 他们全境目前是大约有1400座 但是呢大多都是集中在日本的北方 是北海道这边 主要是当时冷战时期呢 要应对苏联的导致的那个危机所设置的 但是目前离这个目前的东海的地方 危机的地方是距离超过了2000公里 所以日本决定要增建在南西诸岛的弹药库 以及他们现在的弹药的库存 只能够真正是应战两个月时间 尤其在日本的九州跟冲绳 也是库存是不到10%的 所以日方觉得需要来改善这样的缺点 所以要来增建这个弹药库 在未来10年之内要完成 并且斥资是五兆日元采购弹药跟飞弹 并且是要整编他们全国的机动性部署部队 来因应中共可能的威胁 大陆解封有望带动香港的GDP起飞吗 有机构跟专家预测 解封之后的经济反弹 还有加入RCEP 香港的机器成长有机会超过新加坡 继续交给运文 好 再来看到呢 这是香港在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 就普遍被认为说 他们的经济啊 金融吸引力是已经输给了新加坡 但是香港在今年经济成长 被认为渴望会超车新加坡 主要就是社会说现在中国大陆是已经开放 国门放弃清零了 所以很多路客又涌进了香港 带蛮多的经济的成长的动能 以及是港府的官员说 他们有望在今年中会加入这个中国主导的RCEP 就是呢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的关系协定 目前在争取的是东协国家成员国的支持 他们评估可能在今年中 就可以加入这项经济的组织协定了 所以可能对香港的经济又会是一大的帮助 所以目前将香港的GDP呢 被上修是从2.7%是上调到了3.3% 这个数字可能就可以来超过新加坡的经济成长数字 我们就来看一下对比是香港在去年时候 有着疫情的防疫的高严格限制之下 以及通膨的压力 还有整体需求的疲软呢 所以香港去年经济呢 是萎缩了3.2% 但是今年呢 似乎是这个前景还不错 反而是新加坡去年是摆脱疫情之后呢 他们去年经济上是3.8% 但是今年被认为可能只有2%的成长幅度 所以这幅度可能就会小小的输给了香港 确实中国大陆开放国门带来意想不到的效应 因为实施将近三年的入境管理都已经结束了 境外人士只要有行前的48小时阴性核酸证明 就可以入境免隔离 而大陆跟香港第一个阶段的通关也同步启动 旅游业看到了复苏的伤心 但是核酸检测业瞬间从盛事落入了末日 在重庆跟正江省大规模的裁员 很多失业员工气到包围场去抗议 还跟警方爆发严重的冲突 大陆官方的病莫人数区区20人 但是看看上海医院的真实景象 急诊室内几道容不下另一张床 绝大多数都是虚弱的长者 医院筛爆抢药更难 连人在香港的CNN记者也被震撼 疫情乱象 没完没了 还有不可思议的怪文奇谈 这位山西民众心里毛毛的 2019年早就过世的母亲 居然有疫情之后的疫苗接种记录 母亲怎么可能起死回生 当地小官员行政书时遭到免职 也难怪外界对大陆长者的疫苗接种率 打上大问号 最脆弱的偏偏就是这些长辈 住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 如今可真的是如临大敌 列表最大的人口移动 春运回归 被防疫政策关了三年的外地人 终于能够返乡团圆 回家恐怕是大家眼下最挂在心头的时候 光是1月7号春运首日就超过3000万人次移动 长达40天的春运上看20亿人次 新冠病毒也跟着返乡 专家纷纷警告1月底疫情恐怕攀上巅峰 偏偏这个时候连国门也开了 抱父亲出游 摩拳擦掌 可能会先去泰国去度个假 他应该也会去日本探亲 我的亲姐姐已经三年没见到他了 北京出境管理局大拍长龙 抢办护照 敢办港澳通行证 三年真的太漫长 闷坏了 中德再友好也没有好到要拥抱病毒 吓得瑟瑟发抖的各国陆续技术管制 马来西亚跟意大利分别对入境的陆克 发烧筛减跟快筛 而要求出示48小时阴性证明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美加澳洲英法德西班牙希腊陆克胜地全部都跟进 而南韩跟日本跟我国一样 落地普筛只要出现阳性就得隔离 摩洛哥干脆禁止陆克进来 不过亚洲仍然有11个国家跟纽西兰逆风并未跟进 人静得来 钱静得来 笑得合不拢嘴 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 这是泰国观光产业的共同新生 泰国副总理还亲自到机场迎接解封之后 第一架落地的大陆班机 毕竟没有人想跟人民币作对 本来要求陆克出示完整的疫苗接种证明 也忽然大转弯 宣布取消限制 愿意相信中国疫苗的保护力 开心的还有海外的中国人 亲临锁国终结总算踏上返家的路 见到周围的亲人 但现在还得担心国外变异族跟着一起海归 这个限决断RXBB是不会造成我们本土的大规模的流行 官方挂保证大陆民众信任吗 不敢去想国家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来扑灭疫情 现在一切得靠自己 谁也不想看到挚爱的亲人跟亲临政策一起躺平 TV全总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